爸总说我长得像他的百月光 出价30万让我当他的提身 三年后 百月光回国 我震惊地发现 对方身高1米9 体重200斤 满脸落腮糊 我惊呆了 我跟他哪里长得像 爸总绷紧了脸 我说像就像 我穿成了虐文女主 开局负债30万 系统向我讲解剧情 故事集团总裁顾沐鱼找到你 出价30万 让你成为他的金丝雀 你收了30万 赔了他三年 我立刻举手问 我能去送外卖吗 三年不止30万 系统说 把嘴闭上 我乖乖闭嘴 系统继续道 后来你才发现 原来你是他的 白月光周小月的替身 而此时的你 已经深爱上了他 我又举手问 你都提前剧透给我了 我还爱个屁呀 闭嘴 系统变得暴躁 随后 周小月就开始拼命虐待你 而顾沐鱼也一遍遍抛下 你奔向他 深爱顾沐鱼的你 痛苦不堪 患上抑郁症 最终车祸去世 我举手反对 所以合着 我咋做任务 都是个死呗 那我为啥还要做任务 系统冰冷到 按着剧情走 你三年后才死 不走剧情 你现在就得死 行吧 我不得不去给顾沐鱼当替身 因为知道自己只能活三年 所以我可劲地花顾沐鱼的钱 第一年 我买了三十多个爱马仕 第二年 我买了十六套别墅 第三年 我买了八个岛 顾沐鱼居然没被我买穷 他可真有钱 除了狂花他的钱 涂他身子我也没耽误 他去游泳我跟着 他去浴室我也跟着 免费腹肌 免费帅脸 不看白不看 说起来 顾沐鱼对我真挺宠的 我把他几百万的花瓶打碎了 他也不生气 还问我有没有伤到手 我病了 一个电话打给他 他就立刻从公司赶回家 端着皮蛋瘦肉粥一口一口 为我彻夜不眠地照顾我 我想去兜风 想去看樱花 想去泡温泉 只要跟他开口 他立刻满足我心愿 神仙般的日子过了三年 系统提醒我 明天就是周小月回国的日子 我一宿没睡着 这三年来顾沐鱼对我太好了 我好像真的爱上了他 这个想法一出现 我立刻爬起来 扇了自己一耳光 天天骂恋爱脑 结果怎么自己是个恋爱脑 你是虐文女主啊 爱上男主只会让你变得不幸 我立刻去卫生间照镜子 对着自己的脸默念 顾沐鱼根本不爱你 她爱的人是周小月 她也不是对你好 而是对周小月好 如果不是你长得像周小月 你以为顾沐鱼还会这么对你吗 我劝了自己一晚上 毛用没有 还是饭贱 第二天 顾沐鱼开着她的麦巴赫去了机场 我找虐一般打了辆车 跟了过去 坐在出租车中 我心里酸涩 顾沐鱼大概真的很在乎周小月吧 一般再重要的客人来 她也只派司机去接 而周小月回国 她竟然亲自前去 我赶到机场的时候 顾沐鱼已经在出口等人了 她身高185 西装革履 气质禁欲 伸手举着一块 写着周小月名字的小排排 看着还挺萌的 我戴着帽子 口罩 藏在人群中 悄悄看着她 好多长裙高跟鞋的美女走过去了 顾沐鱼看 都没看她们一眼 等等 我眯起眼睛 那块小排排上的字 好像是 热烈欢迎周小月回国 居然是这个月吗 我还没来得及深思 一个巍峨的身影 就从出口冒了出来 她激动地冲向顾沐鱼 一把抱住了她 哥妈 周小月大力拍打顾沐鱼的后背 可想死我了 我惊呆了 眼前这个周小月 身高1米9 体重保守 估计的话得 有200斤 满脸落腮糊 威武雄壮 仿佛套马的汉子 我长得像她 我呆住了 系统也呆住了 她震惊地告诉我 这个包裹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我赶紧提醒她 下个剧情是什么 快看看 那边传来 翻书的声音 周小月回国后的第二天 是你和顾沐鱼的订婚宴 她身着婚纱 来到订婚现场 要顾沐鱼 在你和她之间 做出选择 最终 顾沐鱼拉着她的手 离开了婚礼现场 翻书的声音停止了 系统沉默不语 我呼唤她 系统 系统 系统沉声道 我现在有个预感 什么预感 我会比你先被气死 顾沐鱼带着周小月 开车离开了 我也正准备走 突然听到系统喃喃 不太对呀 哪里不太对 周小月的航班 明明在五分钟后才降落 我等在机场 果然 不一会后 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走了出来 我一见她 就立刻确定她是周小月 这个女孩的眉眼 的确和我有几分相似 心沉沉地坠入谷底 原来 顾沐鱼真的有一个白月光 而她对我好 也确实只是 因为我长得像周小月 周小月举目似望 没见到来接她的人 于是拿起手机 打了个电话 喂 沐鱼哥哥 我到出口了 诶 你说你的司机马上到吗 周小月甜甜地抱怨 我以为会是你本人来接我呢 片刻后 顾沐鱼的司机便出现了 她恭敬地帮周小月拿过行李 带她去了停车场 原地只剩下一脸猛逼的我和系统 怎么回事 系统难难 剧情和原来差不多 但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 系统还没调查 顾沐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老婆 你人呢 三年来 顾沐鱼一直用这个称呼叫我 明天订婚 今天好多事情要准备 顾沐鱼说 你不会是要逃婚吧 我心里酸涩 按照剧情 顾沐鱼的确曾经与我有过结婚的念头 因为她觉得周小月不会回来了 但周小月在她订婚的前一天回国 还身着婚纱 出现在了订婚现场 顾沐鱼立刻跟着她走了 所以 真正要逃婚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呀 我在心里悄悄叹了口气 但因为表面上不能做任何违背主线剧情的人 于是只好轻声道 好 我这就回来 当晚 顾沐鱼很晚才回来 我躺在床上 听到她轻手轻脚地洗了澡 来到了床边 下一秒 紧实的腰腹贴上我的后背 她从后面把我圈进怀里 还没睡吗 老婆 这三年顾沐鱼经常抱着我睡 但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关系 这也是因为她心里装着周小月 在下意识地为她守身如玉 我翻了个身 凝视着顾沐鱼的眼睛 明天就要订婚了 我高兴地睡不着 我把脸埋进她怀里 轻声问 我们会顺利订婚的吧 顾沐鱼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心里一片冰凉 最后 她帮我一好被子 别乱想 早点睡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 我全程浑浑噩噩 回过神来时 顾沐鱼正站在我对面 要为我戴上戒指 进入关键剧情了 宿主 打起精神 系统提醒我 我猛的一阵 关键剧情的台词 都是写好的 必须按照要求说 在这一段中 顾沐鱼会在 给我戴上戒指时 恍惚地叫出 周小月的名字 而我情绪崩溃 质问她周小月是谁 果然 流程完全按照剧本来 顾沐鱼为我戴上戒指 她凝视着我的脸 轻声喃喃 小月 我终于可以娶你了 我当场摔了戒指 泪流满面地大喊 小月是谁 你说啊 谁是小月 是我是我 一个红亮的声音 出现在了礼堂内 周小月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我来了 全场的目光 都落在这个 彪悍的大块头身上 每个人的眼中 都闪着极为疑惑的光 周小月摸摸头 看着我脸上的眼泪 不是吧 我就迟到了一会儿 嫂子也不用争生气吧 我听到系统崩溃的声音 好像不太对 我有不祥的预感 不过三分钟后 真正的周小月便出现了 系统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斑 引起了希望 很好 虽然出了一些小差错 但主线剧情还可以继续推进 周小月身着婚纱 走到我们面前 沐宇 这辈子我就勇敢一次 你跟不跟我走 她眼眶泛红 楚楚可怜 医生说 我有抑郁症 如果你结婚了 我怕自己会活不下去 顾沐宇沉默良久 最终她转向我 低声道 对不起 我要跟小月走 她走下台阶 周小月立刻露出开心的笑容 她盛气凌人地望向我 无声地比了个口型 贱人 如果不是系统强制性不让 我高低地从台子上蹦下去 给这人胖揍一顿 但我不能 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顾沐宇朝周小月走去 然后 她掠过了她 顾沐宇把笑着伸出手的周小月 扔在了原地 然后走到嘉宾席 牵起了周小月的手 乖 走吧 正吃瓜吃得带尽的周小月 大惊失色 啥 然而顾沐宇的力气大的惊人 她单手把人高马大的周小月 从嘉宾席上拎了出来 强行拉着她的手离开了 我听到系统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哀嚎 这尼玛都什么跟什么 我闭上眼睛 乱了 全乱了 虽然乱成一锅粥 但不知道为啥 看着顾沐宇和周小月 手牵手离去的身影 我心里还挺高兴 系统那边紧急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 这位身高1米9 体重200斤的周小月 和楚楚可怜的大美女周小月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巧合的是 她们不但名字完全壮阴 生日还是同一天 由于这些信息的巧合 所以系统把这个周小月卷了进来 目前错误来源仍然在排查 但需要时间 此时 我仍然站在订婚现场 按照原剧情 作为一个被当场抛下的新娘 我很快查出了抑郁症 但我此时幸灾乐祸 美滋滋地听着系统在那边抓狂 心里一点抑郁情绪也没有 穿着婚纱的周小月眼睛通红 她走到我面前 指着我 都是你干的吧 我眨把眨把眼睛 啥 是你让沐宇哥哥这么做的 对不对 周小月尖声道 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吗 不是我 但 确实很好玩啊 告诉你 你不过是个卑贱的替身 如果不是长得有几分像我 沐宇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她凑到我耳边 轻声道 看着吧 我会一点一点折磨你 让你知道 太爱的人始终是我 你根本不配合我比 周小月的坐腰很快来了 当晚 顾沐宇刚到家 我还没来得及问她 白天为什么要和周小月一起离开 百月光本人周小月的电话就打来了 沐宇哥哥 我好怕 我做噩梦了 梦里 你不要我了 周小月可怜巴巴地哭了起来 顾沐宇立刻安慰 你别怕 我怎么会不要你 那你可以过来哄我睡吗 周小月阴阴道 这样我就不会做噩梦了 好 顾沐宇挂掉电话 从沙发上起身 朝门口走去 按照剧情 我扑了上去 拽住她西服的袖子 这是台词 但我也带了真情实感 别去好吗 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和你谈谈 顾沐宇垂眸看着我 漆黑的眼眸中掠过一丝挣扎 但片刻后 那丝挣扎便被压了下去 她把袖子从我手中抽出来 转身离开 我再次扑上去 声音里带着哭腔 求你了 别走 顾沐宇变得不耐烦了 她冷冷道 你懂事一点 小月有抑郁症 她拿起车钥匙 出门了 系统长须一口气 很好 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等等 见鬼 系统发出一声咆哮 顾沐宇为什么去的是周小月家 监听 开启监听 系统过于激动 忘了屏蔽我 于是我和她一起监听到了周小月家的实施情况 周小月一头雾水地问 顾哥 你来干啥 顾沐宇温柔道 来陪你 身为一个标形大汉 周小月的声音中难得透出了一丝恐惧 来陪我干啥 哄你睡觉 顾沐宇深情地说 有我在 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老子本来也不做噩梦了 周小月抓狂了 也许是看到顾沐宇铁的心 要哄她睡觉 周小月犹豫到 我打呼 你介意吗 不介意 顾沐宇说 乖 快睡吧 听不下去了 这份工作 我干不下去了 系统发出巨大的爱好 来个人救救我吧 系统自顾自得陷入了崩溃 于是她没有听到周小月和顾沐宇 后面的对话 周小月声音颤抖 估计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顾哥 你这样 我未来的媳妇会误会的 沉默 两久 顾沐宇压低的声音响起 听到几乎听不见 我不这样 我现在的媳妇才会误会 我心里一动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林小姐 这是您的检查结果 在我对面 心理医生为我出示报告 结果显示 您患有重度抑郁症 我看着这份 被我乱填遗弃的心理调查量表 心平气和地点了点头 您需要家人的陪伴 心理医生说 我苦笑了一下 我丈夫现在天天不回家 我根本见不到她的人 剧情已经进入到了 虐心的平淡日常 按照远走向 顾沐宇现在长长夜不归宿 陪在周小月身边 而深爱她的 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而顾沐宇对此毫不在乎 还对身边的人说 安然那个女孩没心没肺 根本不可能得抑郁症 事实上 顾沐宇也的确说了这句台词 但我丝毫不生气 因为我确实没得抑郁症 两表都是我为了剧情 走向乱填的 事实上 我精神贼稳定 废话 顾沐宇天天待在 周小月身边 我有什么好抑郁的 我每天在家吃喝玩乐 锻炼身体 爱马仕换着背 不时还乘坐 顾沐宇的私人飞机 去我之前买下的海岛 晒个日光浴 简直没有比我心理状态 更健康的人了 疯的是系统 最近她的声音 显而易见的 越变越虚弱 让我忍不住 叹一声打工人不容易 这一天天上班 遇到的都是什么事啊 而比系统更疯的 是周小月 她认定 这一切 都是我林安然耍的心机 是你一次又一次的 拦着沐宇哥哥来找我 对不对 周小月打来电话 尖着嗓子对我道 林安然 你这种贱人 为什么不去死 我本来没想为难你的 毕竟沐宇哥哥心里 根本没你 你对我来说 什么也不是 但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阻挠我们见面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周小月转头找上了顾沐宇 她甜甜懦懦地说 沐宇哥哥 我刚回国 身边需要一个助理照顾我 听说安然是你三十万找来的 这样吧 我也出三十万 让她来给我当助理 周小月画中隐藏的轻视 是如此明显 然而顾沐宇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行啊 随你 我也是搞不懂 这三年 我连外卖都不能送 为啥周小月一回国 我就又被允许重返职场了 拉筋阅文 强行安排剧情 一毛钱逻辑也没有 我问系统 必须去吗 系统虽然已经十分虚弱 但还是撑住一口气 必须去 否则就会立刻接受惩罚 就离谱 人家系统给的惩罚 都是强制奠基之类的 我这边的惩罚 是心脏骤停 当场暴毙 为了再多去海岛享受几次 我现在也不能死 周一 我乖乖去周小月的公司报道 周小月是周氏集团的独女 和顾目与门当户对 而周小月出生在大西北 父母都是牧羊人 我去的路上 系统洋洋得意地向我介绍 宿主 这次你就不要再抱脚心心里了 周氏集团的副总 肯定是周小月 而不是那头大雄 系统对周小月抱着很深的意见 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意叫 果然来到周氏集团的办公楼顶层 等在那里的是周小月 瞧 牧羽哥哥根本不在乎你 她冷笑道 如果她真想娶你 又怎么会让尊贵的故事集团总裁夫人 来给我当助理呢 我不卑不亢地笑了笑 周总有什么需要 吩咐我就好 我没有告诉周小月 我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刚刚在办公楼下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等在那里 身高一米九 体重二百斤 现在 这个人就等在门外 周小月毫不知情 焦筋道 先给我倒杯茶吧 要用滚水泡 我用滚烫的水冲开茶叶 端给了周小月 周小月笑了笑 她盯着我 轻声道 贱人 你也配跟我用同一张脸 说完 太阳起手 滚热的茶水 顿时朝我泼来 下一秒 办公室豪华厚重的红木门 被一脚踹开 周小月全副武装 手里拿着一把弹弓 弹珠从旗上弹射而出 稳准狠地打在了周小月的手腕上 茶杯脱手而出 滚水不但丝毫没有沾到我的脸 还撒了不少在周小月的裙子上 周小月敏捷地护到我身边 嫂子 嫂子 你没事吧 我点点头 没事 周小月尖叫道 林安然 你是不是想死 周小月立刻站起来 挡到我身前 顾哥之前送我去国外的顶级保镖学校 进修了三年 他现在派我来保护嫂子 这是我的工作 谁妨碍我的工作 我都要和他拼命 周小月抬起头 颤抖地盯着这位高壮的保镖 在身高一米九的周小月面前 他像个弱不禁风的小鸡仔 强制惩罚 强制惩罚 我听到系统在尖叫 周小月这么做 在严重偏离剧情 快强制惩罚他 旁边响起同事无奈的声音 惩罚不了 为什么 因为周小月根本不属于原著的人物 咱们没有权限惩罚他 那顾木宇呢 判顾木宇强制惩罚 顾木宇也没有违规呀 剧情只规定 他不能保护林安然 但没规定 他不能送周小月 去保镖学校进修 以及后续给周小月安排工作 系统滋拉滋拉地 发出一阵冒烟般的声响 估计是当场气不活了 半晌 他才气弱油丝地发出命令 后续剧情全部跳过 直接进入大结局 在原作中 我的结局很惨 那天 顾木宇执意要去给周小月过生日 我和他大吵一架后 开车离开了家 由于抑郁症越来越严重 我出现了严重的精神解离 驾车时坠下了悬崖 就此殒命 剧本在正常进行着 周小月打来了电话 木宇 你答应过我 每个生日都要陪我过的 我好想你 你在其他364个日子 都属于林安然 就这一天属于我 好不好 求求你了 顾木宇挂掉电话 他拿起给周小月的礼物 转身出门 我扑了上去 拽住顾木宇 别去 我念着台词 凝视着顾木宇的脸 由于原作的剧情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了 更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 认认真真地看看他的脸 他瘦了好多 眼里不满血丝 整对人憔悴的肉眼可见 别去 我重复道 顾木宇的眼睛红了 不要 我在心里默念 不要对我心软啊 顾木宇 我嘴上说着让他不要去 心里却在祈祷 他一定要出这个门 不然的话 他会立刻被强制惩罚 判定死亡 顾木宇长久的沉默 最终抽出了手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冷血 小月他都抑郁症了 你都不允许我去陪陪他 我听着原作的台词 但心里并不难过 只觉得安慰 其实从听到顾木宇 和周小月的对话开始 我就已经意识到了 他在想办法救我 顾木宇 他同样是穿越来的 以及 他不希望我死 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 他是否真的能改变属于我的结局 但就像他希望我活着那样 我也希望他活着 我也抑郁症啊 顾木宇 我陪了你三年 现在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别开玩笑了 你没心没肺的 怎么可能得抑郁症 我们都说着原作的台词 但全都眼眶发红 这一刻 我们都不是原作的人物 我们说着原作的台词 但表情和动作 都代表着两个躯体里真实的灵魂 穆宇 求你了 别走 我嘴上说着 手上打开了门 那意思是 走吧 他没有动 长久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们改变了许多 但结局能不能真的扭转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不能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顾木宇 我沉默良久 笑了笑 谢谢你 顾木宇的眼睛 猛得睁大了 这是原作中没有的台词 强制惩罚 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 但是 我累了 我推开门 走了出去 警报声又鸣叫了两下 随机停了下来 因为 我已经坐上了 那辆麦巴赫的驾驶座 剧情进入了正轨 我那句多说的台词 没有影响到正常走向 所以不必被判罚 余光里 我看到顾木宇也出发了 她必须去给周小月过生日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踩下了油门 即使结局不能改变 我也至少对顾木宇 说出了那声感谢 我们都尽力了 没有遗憾 我开车朝前驶去 按照原作 我是要开车驶向山中 想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 在山中的疗养院里 治疗一段时间 行驶在盘山公路上 我很小心 原本我是因为抑郁症 出现了精神解离 才将车开下悬崖的 但现在的我 并没有患上抑郁症 据本里要求的 也只是开车 驶向疗养院 而不是将车开到悬崖下 所以 只要能够将车 正常开到疗养院 就能避开 属于我的悲惨结局了 我行驶着 突然 意识到了什么不对 是减速系统 减速系统突然失灵了 稳住 临安然 我对自己说 然而 一股绝望 无法控制地 迈上心头 刹车坏了 减速系统失灵 我根本无法 让这辆车停下来 即使再小心 也不过是能苟延残喘 让它多开一会儿 系统 我一边拼命扭转方向盘 避开差点撞上了山岩 一边大声道 这和原作剧情不符 进入筛查 系统的声音响起 随即立刻发现了Bogue 是周小月做出了原剧本中没有的动作 她提前在你的车上做了手脚 我心吓一片寒冷 就像蝴蝶效应一般 周小月的行为轨迹也改变了 原著中 她没有来直接杀我 因为顾沐宇肉眼可见的偏爱她 而我也表现出了严重的精神失常 她知道 即便她不出手 我也会自己把自己玩死 但在这次的剧情里 顾沐宇全程都没有怎么搭理过她 周小月疯了 她认为一切都是我搞的鬼 是我不让顾沐宇去见她 所以 哪怕冒着被警方查出来的风险 她也要杀了我 我逃不过了 这条盘山公路的尽头是断崖 我要么选择坠下去 要么选择掉头 直接撞上岩壁 无论哪种 都必然是车毁人亡 顾沐宇这个时候 应该再给周小月过生日吧 没关系 对于救我她已经尽力了 就让她好好的活下去吧 我打开了车载装置 开始录音 系统提醒我 宿主 原作没有这一步 那你直接现在就杀我 我冷冷道 系统沉默了 我打开录音装置 顾沐宇 谢谢你 我说 和你在一起的三年 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哦 甚至上辈子也没这么快乐过 眼泪流了下来 在风的撕扯中 变成长线 我知道你努力了 我也努力了 我们都没有遗憾 这就够了 你要好好生活 即使 即使没有我 下一秒 引擎的巨大轰鸣声 在我背后响起 一辆山地越野车 从我背后开来 在盘山公路里 开到这么快 显然危险至极 但车主显然不在乎 他拼命地加速 很快和我并驾齐驱 顾沐鱼 系统尖叫 你应该在陪周小月过生日 我在陪啊 顾沐鱼咬着牙 下河线绷紧 我们过生日的 庆祝方式就是 山地越野 后视镜里 远远地跟着 另一辆越野车 那是周小月 他根本跟不上 顾沐鱼的速度 你要赔的是周小月 系统叫到一半 突然哑火了 他突然想起来了 周小月和周小月 虽然岁数不同 但他们是同一天生日 顾沐鱼 你是故意的 是啊 我一直都是故意的 顾沐鱼又狠狠踩下油门 越野车再次加速 开到了我的侧面 他打开车窗 用尽全力看向我 安然 别害怕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声音带了哭腔 顾沐鱼 你疯了吗 快减速 他开在我的外围 离悬崖只有一步之遥 危险的不能再危险 但凡有一点差池 从悬崖上坠落的 就会是他 顾沐鱼咬紧牙关 打转方向盘 我的车被他挤向山崖 靠着岩壁的那一侧 被剧烈摩擦 他在靠这种方式 逼我的车减速 剧烈的摩擦 我被颠得几乎要吐出来 顾沐鱼的脸色同样惨白 但他坚持着咬紧牙关 进行着高难度的操作 我突然想起来了 在我们刚在一起的第一年 顾沐鱼就要去学赛车 这是原作中没有的剧情 但系统只当 这是个无伤大雅的爱好 就像我买了八个海岛一样 不影响主线剧情 所以就没管 原来他一直是为了这一天 我意识不清 只听到顾沐鱼在我耳边大吼 安然 方向盘又打 前方就是悬崖 右边即是岩壁 我闭上眼睛 方向盘拼命向右扭去 我和顾沐鱼的车 一起撞上了岩壁 安全气囊弹出来 我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安然 醒醒 我醒了过来 车门变形了 我的腿卡在缝隙里 但我还活着 车在撞上岩壁时 已经减速了许多 动量变小后 车子承受的力 也相应地变小了 再加上顾沐鱼这辆麦巴赫 是被他改装过的 我活了下来 顾沐鱼拉开变形的车门 我看到他受伤了 额角和下巴都 再往下滴血 他把我从车里拉了出来 我的腿骨折了 他抱起我 跌跌撞撞地朝前走着 血顺着他的下颌线流下来 滴到我的脸上 走出十几步 他摔倒在地上 连带着我一起 我起身 匍匐在地上 努力地爬向他 可能是撞到了头的原因 顾沐鱼的意识 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用尽全身力气 将半昏迷的他 架在我身上 努力脱离那两辆 撞上岩壁的车 刚刚我已经看到 油箱着火了 恐怕过不了多久 车就会爆炸 系统沉默地 看着艰难的我们 没有出声 我哭了 眼泪滴在顾沐鱼的脸上 别死啊 顾沐鱼 身后的车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气浪从背后先来 已经意识不清的顾沐鱼 突然用尽全力翻转过来 将我护在了身下 爆炸声接连不断 他的血吐 在我的怀里 顾沐鱼 顾沐鱼的头垂了下去 松开的领口内 一根银链子掉了出来 那上面坠着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是我们订婚的戒指 剧情规定 顾沐鱼和周小月 从订婚现场离开后 因为周小月看了会不开心 为了不刺激她 顾沐鱼就把戒指 从手上摘了下来 再没戴过 但没有说 她不能悄悄戴在脖子里 顾沐鱼一直用她的方式 悄悄地和系统对抗着 保护着我和我们之间的爱 顾沐鱼 我叫她的名字 她没有回应我 或许 她再也不会回应我了 眼前一片漆黑 在腿和心脏同时传来的剧痛中 我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时 病房一片洁白 顾沐鱼 我挣扎着起身 病床边的男人将我摁下 嫂子 你现在的情况不能乱动 是周小月 她的车从后面开来 就下了我和顾沐鱼 将我们带离事故现场 送往了医院 顾总还在抢救 她说 你一定不要激动 不然她会担心的 最后一句话 让我安静下来 病房里 周小月给我讲了很多事情 她说 她生在西北 原本和这座城市 没有任何交集 顾沐鱼突然出现在她身边 陪她放羊 跟她在旷野里踢球 还给她的母亲买药 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 周小月只以为顾沐鱼 是个城市里来旅游的背包客 直到后来 顾沐鱼提出资助她出国 她才知道 顾沐鱼原来是个 极其有钱的总裁 顾沐鱼跟她做过很多奇怪的事 比如 非要让她借给自己钱 你一个大总裁 管我借钱 周小月极度不解 顾沐鱼执意坚持 最后周小月掏了二十块钱给顾沐鱼 顾沐鱼满意地收下了 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周小月对我感叹 我沉默 我知道顾沐鱼在干什么 原作中 周小月曾在顾沐鱼年少清贫时 借过顾沐鱼钱 这也是顾沐鱼一直感念周小月的理由 于是顾沐鱼就让周小月身上也发生这个事件 系统在我耳边低声道 顾沐鱼一直在作弊 周小月是她动用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成本找到的 她从巨大的数据库中筛出了一个生日和名字都跟周小月一样的男人 然后她找到这个男人 让自己跟周小月的过往在这个男人身上也发生一遍 她赌的就是系统的漏洞 由于周小月和周小月的重合度越来越高 所以系统会把这两个样本当成同一个 她原本该对周小月做的事情改成对这个男人做时 系统无法对她进行强制惩罚 她在每一个关键剧情上都做了一点点手脚 比如去机场接周小月回国 她给周小月买了早五分钟到达的航班 比如订婚宴上让周小月先来 每个都只改动了一点点 但串在一起 她终于把整个剧情都改动了 她是这么多穿越者中 唯一一个成功对抗了系统的人 冰冷的电子音低声感叹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对手 顾沐宇从抢救室里出来了 我在病床前守了她很久 守到最后 我趴在病床前昏昏沉沉地睡去 在梦里重温了许多我们间的过往 醒来时 顾沐宇睁着眼睛 温柔地看着我 我的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来 哭什么 她笑了 伸手擦掉我的眼泪 指尖的触感温暖粗利 我有个问题问她 我爱了你三年 我小声道 你呢 你爱了我多少年 不愧是顾沐宇 这个极尽聪明的男人听懂了我的问题 两久 她低声开了口 不记得了 她恍惚到 实在是太久了 我的眼泪再次落了下来 我猜得没错 顾沐宇不是第一次穿越 我一直在这个剧本里 每一次 我都想救你 但每次都失败了 我不能做任何违规操作 否则就会心脏骤停死去 我死后你也会得抑郁症 出车祸 我还是就不了你 于是 她一遍遍地重新开始 终于 这一次她想到了周小月这个思路 她成功了 安然 我说过的 她说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哭傻了 开始说胡话 那你不如开始 就别对我那么好 我说 你开始冷漠一点 我估计就不爱你了 你去找周小月之后 我也不会抑郁 她无奈地笑了 摸摸我的头 也是一种办法 她嘀嘀地说 但我控制不住 我控制不住 自己想对你好 而且 我失败过太多次了 眼睁睁地看着你死了太多次 这一次 我其实也没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我想着 我必须要在能对你好一点的时候 都尽可能地对你好一点 这样哪怕失败了 我们也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哪怕只有三年 后来 周小月被警方带走了 周家震怒 立刻出动阴暗的手段 顾沐宇的资产被冻结 连房子都被没收 真是辛苦你了 握着我的手站在街头 顾沐宇叹了口气 好不容易熬过了最大的难关 就要和我露宿街头 我笑了 不 顾沐宇 我们并不会露宿街头 我带她去了一个小房子 门一打开 里面是bling bling的 三十多个爱马仕 每个价值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嘿嘿 这些包都是 我用你给我的私房钱买的 查财产的时候没查到 我决定把这些包包全都卖了 支持老公东山再起 顾沐宇沉默良久 你再说一遍 这些包都是 我用你给我的私房钱买的 不是这句 我决定把它们都卖了 在后面一句 我明白了 老公 我立刻大声甜甜地呼唤 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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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沐宇一把抱起了我 她把头埋在我的脖梗间 抱得那么紧 像是无数次遗失了世间最珍贵的宝贝后 又终于失而复得 一年后 顾沐宇东山再起 在商战中 周家一败涂地 我对这个消息并不意外 我老公是连命运都能对抗得了的男人 区区一个周家 什么也不是 周小月因为故意伤人罪被起诉 在监狱里 她多次是徒自杀 昔日高高在上的周家大小姐 变得疯疯癫癫 而我和顾沐宇结婚了 我买了八个海岛 顾沐宇计划着 在每个岛上都办一次婚礼 请附近的人来见证 我们的爱情 早知道就少买两个了 八次婚礼 不得累死我 当然 现在的我 每天晚上也很累 顾沐宇说 她那三年最痛苦的事 就是因为系统的强制性安排 必须为了周小月 手身如玉 现在 曾经被我摸摸腹肌 都会脸红的她 彻底失去了难得 当然 只在我一个人面前 周小月也结婚了 女方是她当年 在保镖学校的同学 我去见了一下这位姑娘 她看上去 能一拳打我三个 然而这位周夫人一见 我就兴奋地摸我的头 这就是安然吗 好可爱 好小之诺 我在身高一米八的她面前 战战兢兢 因为据说她知道了 当年顾沐宇和周小月之间的 所作所为 所以必须找我问个清楚 周夫人想问什么 就问吧 那我真问了 周夫人十分严肃 安然 你还有没有别的物料 比如她俩的合影之类的 周夫人眼冒桃花 冷傲城市霸总 VS热情草原操汉 好好嗑哦 周夫人 什么都嗑 只会害了你 后来 我们两队经常一起出去 double date 我和周夫人很投缘 总是凑在一起说悄悄话 然后各自被自己的老公抓走 安然 你能不能也看看我 这是吃醋的顾沐宇 不许磕了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们在聊什么 这是抓狂的周小月 我俩嬉笑着各回个家 约好下次再聊 晚上 顾沐宇抱紧我 月光静静地从窗外洒下 安然 有件事情 我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 我也有白月光 她说 不是剧情安排的 是我自己的 我笑笑 嗯 我也有 唇齿纠缠 我们都知道 无需再多言 我们是彼此的白月光 从相遇的最初 到相守的最后 狗血 替身 争吵 纠缠 都是剧本 不是你和我之间的故事 我与你之间 只有爱与保护 还有一个又一个幸福的三年 生意宣布 去兰损 刀子